歡迎收聽《新視覺聽新聞》 近一個多月來 河北省唐山市津化市多名法輪功學員 遭到當局非法綁架抄架 據《名慧網》報導 2021年9月2日 津化市保子店鎮 幾角村莊法輪功學員黃秀鳳 被唐山津化國保大隊及當地派出所警察 武警從家長綁架到津化市拘留所 警方抄走了法輪功書籍和小音箱 王秀鳳在9月12日被釋放回家 和王秀鳳同時被綁架的 還有南小莊村法輪功學員朱鴻文 被抄走了8本法輪功書籍 2個MP3小音箱和光盤 在同一天 津化市興旺宅鄉金莊子村徐甘明 在家中被警察綁架 據說警方來了20多人 家裡的手機都被非法帶走 徐甘明被非法拘留 在9月15日被釋放回家 10月12日 津化市平安城鎮派出所 警察闖入西小莊村法輪功學員 谷寶環家 他們爬牆入屋 翻上賭籠帶走了十多本法輪功書籍 後來闖入新宇美容美髮店 也翻上賭籠帶走了法輪功色物掛罪 3本法輪功書籍 搶走了谷寶環的手機 谷寶環後來被綁架到派出所 現在還不知道被關押在哪裏 10月12日 津化市東 舊債溫莊村法輪功學員李桂玉 被綁架到拘留所 10月14日 津化國保及新店子派出所人員 到新店子鎮醫國莊村 綁架了法輪功學員張敏 非法抄走法輪功書籍和法輪功創始人法將 張敏遠時被非法關押在新店子派出所 又在10月15日 津化市國保大隊長苗愛東帶領著國保警察 火堂西三李香派出所警察 翻牆闖入石家口村王秀鳳家 綁架了王秀鳳 非法抄走打印機、打印紙、法輪功書籍等大量私人物品 王秀鳳未修煉法輪功的丈夫和兒子都被帶走 她丈夫在當晚被釋放回家 王秀鳳的兒子第二天傍晚被本帶隊派人去保釋出來 17日 王秀鳳被劫持到唐山第一看守所 在10月15日 津化國保夥童建明派出所 綁架建明鎮 趙莊子村法輪功學員賈鳳忠 掃取了200至300元 寫有法輪功真相的人民幣和一些真相的黏貼 據說 在當日的早晨 賈鳳忠到蔡鵬工作 在10點多 覺得肚餓就上回家吃飯 趕到家門口 警察正從她的家出來 上前就將賈鳳忠踢倒在地上 並往後將她的手反咬 接著將頭推進車裡 街坊都看不過眼說 你們是做什麼 人家又沒有殺人放火 假鳳忠現時被非法關押在建明派出所 據不完全的統計 2021年上半年 新增加了9,470名法輪功學員 被中共當局綁架、騷擾 67名法輪功學員被中共逼害致死 今年9月29日 山東德州市69歲的法輪功學員徐世英 被德州市德城區公安分局國保大隊綁架到公安局 之後送網看守所非法關押 據名為網報道 當地公安分局在清零行動中將徐世英8年前的案件找出來 再次對她進行迫害 徐世英1998年開始修煉法輪功 身體獲得健康 她修心向善 寬待他人 法輪功是佛家的聖命雙修法門 以宇宙特性真、善、忍為指導 能夠令修煉者身心健康 中共懼怕法輪功在中國深受歡迎 迅速傳播 在1999年7月 對法輪功發動了持續至今的迫害 成千上萬的法輪功學員被非法 關押、判刑、酷刑折磨 2013年9月7日下午 法輪功學員劉玉秀、羅寶青等 開車到徐世英家大門口時 叫她出來拿花生 跟隨美後的由國保大隊長張希坤 劉大維帶領的開著多兩警車的警察 將他們包圍、綁架、關押 其間還搶劫了他們4萬多元 以及私人物品 9月11日 徐世英因身體狀況及家庭原因 被取保後審 10月16日被德城區公安分局監視居住 之後 徐世英被國保警察 分別帶到德城區檢察院 德城區法院非法提審 他們想搜羅證據 最終國保大隊張希坤等一夥人 將徐世英、劉玉秀、羅寶青三人 扣陷到檢察院 檢察長周方寶說 他聽證法委的 中共政法委直接操控公檢法施系統 參與迫害法輪功 2014年4月3日上午9時 德城區法院張徐世英等3人非法庭審 律師當庭詳細說明 在中國修煉法輪功是合法的 信仰自由受憲法保護 思想不構成犯罪 對法輪功學員的指控證據不足 提起公訴根本不成立 應當無罪釋放法輪功學員 並指出審判人審判無辜的法輪功學員 是在違法犯罪 4月24日德城區法院 冤判徐世英2年6個月 在7月份 劉玉秀、羅寶青 均被非法判刑 這次對徐世英的冤判 卻成為8年後公安國保迫害她的理由 在中共迫害法輪功22年期間 徐世英曾12次遭綁架 4次進洗腦班 一次被非法勞教 一次被非法判刑 以及遭到騷擾抄家、勒索、監視居住等多種迫害 她的家屬也遭到牽連 她的女兒被趕出學校 丈夫因她擔驚受怕 得了腦血栓 不能自理 中共迫害好人傷天害理 謊言欺世、毒害民眾 22年過去了 這樣的災難 每天都還在中國大陸發生 本文來自於名為網 這一節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月日版》部分內容 已經加入《大紀言》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